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精彩相声 笑看百态人生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笑看人生 相声能成为生活的一个好伙伴 从优秀的相声作品中 人们不仅能收获笑声 更能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感受到那质感浓烈的人间烟火 相声从前慢 以变化快慢为期入口 表现了生活的新变化 能让人附近追悉 感慨万千 从前慢 一家人围坐吃饭 热气腾腾的是人间烟火 现在快 一桌子人不认识 吃着热热闹到还是快三盒饭呢 从前慢 一段相声铺平电吻 慢慢说 观众还认真听 那现在快 一段相声三句话没包包 观众根本就不理你 是吗 你看我都说八句了 有人理我吗 从前慢 现在快 你踩地雷上了 这就留下深刻的印象 吓我一跳 什么事情都是从前慢 现在快 是吗 举个例子吧 您说 从前 火车慢 现在 高铁快呀 对 从前 网络慢 现在呢 现在5G快呀 对 要说起这个从前慢的 所有万事万物都是从前慢 现在快 您说这话有点绝对了 怎么呢 我提出一条来 它就不是从前慢 现在快 不可能 不可能 随便提 我这脾气 从前慢 现在也没快咯 不是 你不要跟我们比啊 跟自己比啊 就是跟你小时候比 你从前可脾气慢 现在可脾气快了 是吗 你们都不认识 但我可知道他小时候什么样啊 怎么 上一年一的时候 老师找李静回答问题 是 李静 这是叫我 李静 李静 我在哪儿待着呢这是 啊 啊 什么你啊 一加一等于几啊 我说什么 啊 这个还啊呀 别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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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一等于几啊 等于二 你看看 快不慢 快了吧 什么快了呀 你是脑子慢啊 你说吧 我这不是脑子慢 这是没脑子 这么大岁我连这都不知道 我说你 啊 你们家也处处都是从前慢 现在快 您说我们家什么从前慢 现在快 呃 你们 哎 你儿子 啊 长得比你快 我儿子长得比我快 嗯 那再过二年呢 我就管我儿子叫大哥了 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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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我儿子长得比我快 我说你儿子那个头 啊 哎 你儿子今天几岁了 九岁啊 九岁 你九岁的时候多高啊 一米五几 你儿子现在多高啊 两米一 你见了 他妈个儿高 你管得着吗 我就是说嘛 就是你看你儿子现在是不是身体素质蹭蹭蹭 长得快 那倒是 对对对 哎 还有呢 嗯 你儿子那个上学学习进度 啊 跟你一比 你从前慢 他们现在快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你看啊 啊 现在你儿子一年级上课学的内容 至少等于你三年级学的内容 是吗 不信 啊 随便问你个问题 你问 说呀 小明 嗯 这姐姐比小明 大三岁 哦 再过六年 小明的姐姐是小明岁数的两倍 问 小明 姐姐的 电话号码是多少 这题是说相声的出的吧 啊 这有人知道答案吗 我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啊 我就是小明啊 我倒了就倒你身上了 哎 这叫思维题 这叫思维题 你哪知道这个去 哎 我们家还有什么从前慢现在快的 你媳妇 啊 你媳妇又从前慢现在快啊 我媳妇哪点从前慢现在快啊 你媳妇那个长相 啊 从前变化慢 现在变化快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哎 大伙儿这个没见过李婧太太 是 哎呦 那大高个不说了吗 好看着呢 九比一 哎 这个我够得着吗 这个啊 啊 一米九 哎 这 我够着也费劲了 一米九 大哥 长得老漂亮了 是 哎呦 看着自个儿媳妇就喜欢呢 哎呦 媳妇 你长得太漂亮了 对 你能不能更漂亮一点呢 比如你去稍微地画一画 嗯 美一美 嗯 整一整 行不行啊 我媳妇说什么呀 嗯 啊 这真是两口子 说话都一味儿 好吧 嗯 那我就去稍微地整一整 画一画 美一美 嗯 哎 整完画完美完 你再看 嘿 像一个大明星 像谁了 孙悟空 怎么整成孙悟空了 孙悟空 七十二遍 想变变什么样 对不对 啊 嘿 你说你媳妇 现在哎 美容 整形 化妆 滤镜 是一天一个样 是不是变化快 行了行了 那社会发展变化快的例子多了 你老盯着我们家干什么呀 再者说 描写从前办 现在快 你看人家那个描写多浪漫呐 从前办 上学上班 成家就业 按部就班 很从容 现在快啊 买房买车 升职加薪 稍不留身就掉队 从前办 一家人围坐吃饭 热气腾腾的是人间烟火 现在快 一桌子人不认识 吃着热热闹闹 还是快三盒饭呢 从前办 一段相声 铺平电吻 慢慢说 观众还认真听 那现在快啊 一段相声 三句话没包包 观众根本就不理你 是吗 你看我都说八句了 有人理我吗 那怎么办呢 还得说你们家呀 还得说我们家 我再说你们家一个 从前办 现在快的例子 你挑不出理来了 那不一定 我问你个事 您说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 你爸在干嘛 出差了 你爸是怎么知道 生你的消息的 我舅舅给拍了一电报 你爸爸什么时候 看见你的 一个月以后 慢不慢 慢 我再问你 你媳妇生你儿子的时候 你在干嘛 我也出差了 你是什么时候 看见你儿子的 当天 当天怎么看见的 跟我们手机视频 连线就看见了 快不快 快 是不是 是 我再问 你第一眼看见 你儿子的时候 你什么心情 别的我都没记住 我就记住 我着急 怎么会着急呢 这孩子他老冲我乐 他不哭啊 乐好事啊 不行 那哭是孩子的呼吸 他必须得哭 对对对 哭是孩子的呼吸 必须得哭啊 这事来了个护士 拎起你儿子双脚 罩着屁股 啪就这一巴掌 我见你儿子 小眼一睁 小腿一蹬 塞蹦的一鼓 就发出人生当中 第一个响亮的声音 什么声音呢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人们对健康 也是越来越重视 很多人都体检过 根据体检报告 专业的医生 会提供进一步的 医疗建议 化妆相声体检 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围绕着体检报告 产生了不少的笑量 也给广大观众提了个醒 良好的心态 也是健康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说我能有什么 身体这么好对不对 我叫范小二啊 我没事啊 我没事啊 哎呀 害吃呢 看看你俩的体检报告啊 体检报告走了 猴哥 什么 体检报告别收起来呀 看看哪 我身体没毛病不用看 打小刀现在 我都没咳嗽过 身体特好 我听你说 我咳嗽都快犯了 看看吧 快看 看看 我要看我呢 回家 我喝着啤酒 我吃着薯条 慢慢看 你拿体检报告 解闷来了是吗 你怎么不看啊 你怎么不看看体检报告 你敢看吗 我看看 我身体没事 我看他干嘛呀 我这 你听听 不咳嗽 这身体胖 不代表身体好 你看看吧 不定你有什么事呢 你好好瞧瞧吧 敢看吗 我看吧各位 血尿异常 建议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 哥 血尿异常什么意思 尿血 没事小事 你再瞧瞧别的 我瞧瞧别的 心脏血管堵塞 哥 兄弟你有心脏病啊 我的妈呀 哥 你把这椅子给我用一用呗 干嘛呀 我想搭会儿 那你坐那去 你坐那 哎呀 没什么大事 哥 往后瞧 我怎么有心脏病了我 我还看吗你说 看呀 那得看呀 我这 胆囊萎缩 胆囊炎呀 啊 哎呦 脂肪肝 哎呦 兄弟兄弟兄弟 哎呦 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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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看 别看别看 没事没事 我有病了 不是 还没到那地步呢 你兄弟兄弟 听我说 听我说 我知道 你先聊 我咋了 兄弟 什么事得往开了想 我怎么想啊 人死不能复生 真的 不是 我跟你说 咱有点小病啊 没什么大事 上院瞧瞧就行 没事 不是 哥 我呀 有点什么事 真是无所谓 你说我要真有个三长聊短的 我们家里 那就是弟妹 是吧 你放心 我会替你照顾好弟妹的 没问题 真的 我说我妈 阿姨呀 你放心 你要真有点什么好歹的 我会替你照顾好阿姨 和弟妹的 怎么老有我媳妇的事 不是 我就会照顾好你家人的 没事 我跟你说 刚才我听了 你说那病啊 那都是小毛病 没事 那怎么是小毛病 人上面都写了 人写了 人说我 心脏血管狭窄 不是 那不是心脏病 那心脏血管狭窄 那就是那个 说你小心眼 知道吗 心眼小 这是小心眼 你看你 一看体验报告 我给你吓得小心眼 没事 这是小心眼 还有一个什么胆囊萎缩 胆囊萎缩 你想啊 那胆囊就是胆呀 胆囊越萎缩越小 这就是胆小鬼 这是胆小鬼 对 胆小你胆小 你平时就胆小 不对呀 叔哥 我胆不小啊 你胆不小 我测试测试你 你测试 你坐这儿 我坐这儿 你看你胆小不小啊 你好比说现在啊 现在就是这个凌晨三点 你一个人走在路上 北风呼呼地刮 害怕不害怕 这不害怕 你没听明白 你夜里三点 是 一个人走在路上 刮着北风 害怕不害怕 这我不害怕 北风 这有什么呢 呼呼的 没事 突然之间 我怎么爱 你看看 咱们小不小 没病人 你吓出病来了 胆小鬼 那有一惊一乍的吗 这个 没事 没什么大事 我跟你说吧 不是 哥 他后头还说 我有那个 什么呀 叫什么脂肪肝 啊 脂肪肝 那是 你老瞎吃 吃什么烹化食品 喝什么碳酸饮料 越吃越胖 越吃病越多 知道吗 是是是 确实不应该 吃那些垃圾食品 哎 哎 虎哥 你怎么吃啊 我 我也胖了 我也胖了 啥玩意儿 我胖了四十斤呢 你胖四十斤 你怎么不险呢你 这 包子有 有肉不在褶上 是不是 你别管我 你知道吗 没什么事 我跟你说啊 哎呦 哥 抓紧治疗 要我说你听我的 嗯 这样 现在就上医院 你这活我替你干了 甭管了 走吧 我说 我说哥 没事 咱都是哥们没事 我说我下午 我真的去趟医院 哎 哎 把你的体验报告也看看吧 我这报告 啊 我这不用看 我身体很没毛 不是 猴哥你看看 万一咱俩是病友呢 对 凭什么我跟你是病友啊 啊 不是 你看看 你看看吧 我我找找平衡 我这什么人 我没事 我 我这胆我敢看 你看看 看看 看体验报告怕什么的 看 我也看看啊 你在这戳牌呢 是吗 不是 我看看 你看个报告 至于这样 行 对我看看 你那边 那边那边 不让别人看 我这个是 哎 身体各项指标 基本正常 没什么事 你看没啊 我说我能有什么 身体这么好 对不对 还真是比我强 哎 大夫也嘱咐了 我看嘱咐说什么啊 身体偏胖 体重200斤 营养过剩 注意锻炼 范小二 是什么 人说范小二 身体没毛病 你没事 没事 你怕什么 你是不是 你没 哎 我叫范小二啊 胡哥 我叫范小二啊 是是 我没事啊 我没事啊 耶 这个丢 二爽 二爽 这个丢 二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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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爽那么爽 你怎么不爽啊 你都爽干净了 我还爽什么呀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我有点乱啊 怎么了 那我刚才看的是 你的体检报告 是吧 嗯 那你看那是谁的呀 你的呗 不是 兄弟 你把那凳子 你给我搬过来 我得搭会儿腿 哎呦 哥 哥不是 怎么了 怎么了 哥 不是 哥 那我这有病呗 不是 哥 那我这不行 哥你没事 人烦事得往开了想 我怎么想啊 人死不能复生啊 不是 这是什么 不是那个 没多的点事 我有心脏病 不是 那是小心眼 我有胆囊炎 那是胆小鬼 哎呦 我那病太多了 哎呦 猴哥 这没事啊 什么脂肪肝 冠心病 建议郭金杰 到医院进行 进一步检查 哎 猴哥 猴哥你别吓哄去 这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这是郭金杰的 体检报告 哎 猴哥 猴哥 咱们找郭金杰去 郭金杰 给你送体检报告 来了 倾听精彩相声 笑看百态人生 敬请收看 笑看人生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对表演的要求也很高 说话 特别说一句话 哪句 你爱我们吗 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潘 在相声考验中 就展现了他在表演上的基本功 活灵活现地表现了 女孩与男朋友之间 发生的趣事 幽默搞笑 故事的结局 也堪称反丑 对着了 冲着你俩可就完了 美丽 你从你女朋友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了呀 美女 你看 我经得住考验吗 大超 你女朋友特别的好 怎么说呢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姑娘 有特点 说话 特别说一句话 哪句 你爱我们吗 你记得住考验吗 你记得住考验咱俩再一次 你记不住考验咱俩就分手 我媳妇这天天得咬多少回舌头啊这个 咬舌头干嘛 你这叫嗲呀 这北京话就兜尘 兜尘呢 说话可爱 有特点 两人约会看电影 约会那会儿 约的八点 晚上 有个现超是七点半就到了 早到是美德呀 她女朋友不乐意了 干嘛呀 远超 咱俩约的几点 八点 你几点到了 几点半 你为什么不办到 算几点半到呢 我早到都不行吗 远超 我再考验你 你今天有可能咱俩再起 你今天有可能咱俩就分手 哎呀 呵好 瞧这费劲 就这么严厉 分手 是是 分手 你怎么着 现场要找人下劲啊是怎么着 媳妇 媳妇 我错了 媳妇 就你 哼 哼哼啊 别哭 大妈说你哭什么的 对对对 丢死人了 行了 媳妇 一会儿看看电影 我请你吃炉煮去 嗨 这吃着玩意儿 再跟她媳妇 破哭微笑 怎么着 呃 好啊 哦 好 我娶一大赏娘们儿这是 俩人赶紧进了电影院 赶紧看吧 进了电影院 她女朋友又不乐意了 干嘛呀 远超 我让你买第四排票 你让我买第一排的票啊 你买第四排票 我买的中间的票啊 你为什么不买第一排的票 非要买中间的票啊 不是 亲爱的 你看那3D电影座 头一排能给自己瞅瞎了 我在考验你 你记得住可能咱俩在一起 你记得住可能咱俩就分傻 哎呦 这妈呀 分傻 哎呀 想想想想 分傻 我真怕她咬舌自尽 我这位 媳妇 我错了 行不行 这红红吧 行了行了行了 坐坐坐 我错了 行不行 两人往那一坐 赶紧看吧 电影刚一开始 她女朋友又来劲了 干嘛呀 远远超 哎 你爱我 爱 你记得住考验吗 记得住 你看你前面有一大图票了吗 前排有一光头大哥 能 来一下吗 不是 什么我就来 来一下吗 打着那一下 你今天住砍咱俩在一起 今天砍咱俩在一起 今天砍咱俩就分手 不是 你跟人有读者 分手了 分手 哎呀 哎呀 这就挺 哎呀 这拔 拔 拔 有限超论元了 啪 就是一下 开拔门头了 脑子上都冒火星了都 哦 改了打火机了 这两分达都没回头 我估计听见我们聊天 知道考验 哎 电影过半了 嗯 她女朋友来劲了 干嘛 哎 你看啊 啊 爱我吗 哎呀 你真的住考验吗 真的住啊 你能 再来一下吗 我刚才就少了 你今晚再用 让大家分手 不是 你老 分手 分手 打打打打 游戏超论元 啪 又离一下 这回呢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人大哥气量真不错 电影马上就要结束了 她女朋友来劲了 怎么了 超 哎 爱我吗 哎嘛 你今天住考验吗 看情况吧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 又打呀 游戏超论元 啪啪啪啪啪 就是一通 你家又打一顿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真好 电影一散场 游戏超拉着她女朋友手 去往门口跑了 这能不跑吗 怕人找你们了 那可不 到了门口一看 坏了事了 怎么着 大哥在门口等着呢 逮着了 冲着你俩可就来了 啊 没理你 从你女朋友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了呀 美女 啊 你看 我经得住考验吗 这儿挡着我呢 助人为乐 是值得提倡的社会功德 青年相声演员 双胞胎兄弟 郭阳和郭亮 在相声 这事我得管中 塑造了这样一位 乐于助人的年轻人 他很热情 但也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段子是幽默的 可是也说出了人们的期盼 希望好心人越来越多 社会更加和谐 安宁 我跑上去 我说大爷 您坐我这儿来 再看这老大爷 我有那么老吗 你们俩往台上一站 您各位也都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我们哥俩 孪生兄弟 双胞胎 我是弟弟 我叫郭亮 是 郭呢 是赵前孙礼的郭 什么是郭吗 说的 亮呢 是歌声聊亮 就是郭亮 站在我旁边这位 介绍我了 这可不是外人 是啊 我的亲哥哥 他叫郭阳 郭呢 跟我这郭一样 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我叫郭八 从小到大 他什么事我不管 你管我什么了 不是哥哥 你要这么说 你可黑了心了 我怎么黑了心了 我问你今天多大了 三十啊 有对象吗 没有啊 你看各位 三十了还没搞对象呢 您说我这当兄弟的 我看着我能不着急吗 那着什么急啊 这事我得管呢 这事怎么管啊 我看今天来了不少朋友 干嘛呀 我给我哥哥做回主 当回月老 如果台下要是有 还没结婚的 还没有女朋友的小伙子 看上我哥哥的话呢 咱们直接 你先等会啊 你这找姐夫来了上这 女的呀 女的 岁数跟他边边大的 您要看上他 直接跟他联系 怎么样哥哥 这多好啊 各位这一下就体现出 我的人品来了 什么人品啊 乐于助人呢 何家真给自己扣帽子 这不是捧自己啊 前两天我还做件好事呢 是吗 那天我上楼下买烧饼 站好了队 排好了等着吧 大对面过来一小伙子 一米八的大哥 带一大金链子 光着个大膀子 身上全是纹身呢 来到这老板面前冲着老板 你给我拿六个 要六个烧饼 老板一看 二话没说 给了他六个 那走吧 扭头就走啊 没给钱呢 那可不行 我一看这事我得管呢 这事敢管啊 我爬上前去 我说嘿嘿嘿哥们儿 本来就别晃了 欺负老实 人可不成 拿人家烧饼 不给人钱呢 再说你这么大个子 这点钱你给不起吗 这说得好啊 你该把钱给人家 他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你别跟我这儿呜呜呜呜呜的 我一拳怼死你 你信吗 还你怼死我 那你信吗 我能挺住 这不露脸 是吧 你说打我你打我呀 你动我一试试 我告诉你 我说哭就哭 你信吗 再跟你说最后一遍啊 不要挑战我的底线 挑战了呢 否则我又得换底线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你该把钱给人家 怎么样 他给了吗 我说这么多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啊 他愣不怕 我也不怕呀 好啊 不怕是吧 我看你是罚酒不吃 你想吃敬酒 我这话都反着说 我一抬手踏 又喝怎么着 我就把他那烧饼 给打地上了 这合适吗 这时候你再看他 怎么样 耗着我脖领子抚摸我呀 哦 摸你了 啪 又喝 啪 又喝 这抚摸的劲儿大点 打得我都想走骂了 哎呦 最后这老板可过来了 把我扶起来了 这该帮你来了 小伙子 我谢你啊 但是以后我儿子 再吃我烧饼 你就别管了 哎呀妈 都胖了 就给打肿了 行了 孩子别搁这了啊 大爷给你拿五个烧饼 赶紧回家吧 还烙五个烧饼呢 拿着这烧饼 我一边吃我就一边想 还真张得开嘴 你说他这烧饼怎么这么好吃呢 光想吃了 拿着这烧饼我就奔了公交车了 上公交吧 对呀 没坐两站地 上了一位老大爷 哦 我一看这事我得管呀 这得管了 我跑上去 我说大爷 您坐我这儿来 嘿 再看这老大爷 我有那么老吗 呦 人家说大了 大白 您坐我这儿来 我儿子还没你大呢 大哥 您坐我这儿来 你就没看出来 我是女的吗 啊 我说你调准了呀 嘿 我说大妈 您戴手套的 我没看出来 这都不爱呀 大妈 您坐我这儿来 行了行了 小伙子你坐吧 别去大妈 我这刚误热会儿 您就坐我这儿来 小伙子 你们年轻人一天也后累的 还是你坐吧 大妈 您坐我这儿 小伙子你坐吧 您坐我这儿 你坐吧 您坐我这儿 正说着呢 司机跟我急了 说什么呀 我说您俩有完没完呢 这车厢里就你们俩人 瞎上了呀